我再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善養的問題 其實這牽涉到我們最好的社工 包括社會福利署的同事 一些偏見的問題 因為 正如剛才所說 一般性是男士工作 女性現在都有工作 但是我們發覺有問題的時候 通常都是問男人拿了善養費 你有多可問女人拿了善養費 沒有 是不是 分身家都是分男人身家 好像分女人身家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應該在法律上 要做一些更改 給善養費是一件事 如果我有給善養費的時候 我既然有這個義務 我是不是應該有某些權利 如果今天 我不管誰給善養費都好 給善養費好像是一個義務 但是它沒有權利 我是不是應該給權利 所以女人覺得我拿了善養費 在天公地道 但是她沒有覺得 那些男人在某程度上 應該享受某些權利 我給了錢 是不是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小孩的撫養權 為甚麼是給了一方 為甚麼不可以共同撫養呢 還有撫養權和居住權 是否應該要分開的問題來處理呢 就是現在我們給了撫養權利 就好像連居住權都是你霸賣 所以媽媽 譬如現在大部份是給了女人的 那些女人是 子女給了她之後 她可以霸賣 她不給你見就不給你見 那她不給你見 你真的要跟她砌過 否則見不到就見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樣聽 好 明白 Emily 謝謝你 正正就是你說那麼多問題 都是男人之父 那些男人是弱者 在那個角度 其實女性是很多 我們不是說女性不是受害者 很多地方是 其實是 剛才說到被虐 其實每年警務署都收到大約 百幾二百宗男性被虐 未必一定是被打 但是是被心理虐待 心理虐待有很多種的 包括你不讓你睡覺 經常騷擾你 諸如此類 那些前妖 很可能比肢體上更厲害 我等一些專家回答 有兩個議題 第一就是 為什麼在賬養費裏面 女士就會向男人要求 而反過來 男人為什麼不向女士申請賬養費 我想回到她的轉頭 就是男人強者的訊息 因為在離婚的過程裏面 她已經覺得自己很失敗 當女士有經濟能力 而自己沒有了 雖然她自己是照顧小朋友 但是她覺得已經是這麼失敗 但是再去追這個賬養費 對她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所以他們就索性 寧願申請綜援 就不去在一個條例裏面 爭取自己的權益 這個其中我自己想到一個可能性 第二件事就是共同撫養權 這個議題都很有興趣的 因爲我們有時在我們一些個案裏面 我們都試過有幾個個案 我們都會和一些離婚人士去談一談 會不會如果有兩個子女的話 一人和一個 真的有些個案裏面我們是這樣做 以致到可能是日間 無論是男士或者女士 日後去照顧兩個小朋友 到晚上兩個小朋友 回到另一個派對那裏去住 這樣就可以來到好像很 不是那麼平衡地去做這件事 不過這裏可能都牽涉到一些男士 他是不是有心去照顧小朋友的議題 如果他根本沒有了婚姻 他都不會再去關心小朋友的時候 他都不會去爭取有沒有居住的問題 可能他自己有自己的能力 去承擔一些住屋 這個是一個另一個考慮 不過在我們的個案裏面 我們盡量看看可不可以平衡得到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年齡問題 還有我們男人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找不到的 那比如好像我來說 我家庭的問題 主要都是因為工作問題 沒有工作而令到跟家庭有磨擦的 因為我們這些 比如好像我們這些 你說我們沒有學歷 不是沒有學歷 你說沒有人才不是沒有人才 那這個政府也忽視了這個問題 其實兩樣東西 男性是影響得最大的 困擾得最厲害的 一就是聽你講的失業 另外就是離婚 這兩樣東西不要低估 當然我要立即補充 這兩樣都對女性影響很大 男性怎樣才會用多些社會婆婆 我們說了很多次 說到老遠 老實實 實際一點 有甚麼你會用 可不可以給咪咪 參與者聊一下 大家好 我姓邱的 是一個前院社工 我一旦是在家庭服務中心做的 也是有做了甚麼服務 如果你要問有甚麼政策 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 我想我最直接的第一個 就是講標準工時才一定要 就是我們有時去招呼一些 就是我們社會服務有沒有 有的 我們有開一些爸爸做 就是怎樣令到我們 譬如管教師可以好一點 或者看看原來他的爸爸 怎樣影響到管教師 其實我們是有做這些服務 但是我們去跟一些邀請他們參加的時候 那些參加者的反應就是 我又要看著小朋友 我上班 我早上九點鐘上班 我七、八點才下班 那我怎樣才可以 就是我不是不想參加休山 但是我時間根本就是不支持我做一些事 就是不要說是參加 就算平時看小朋友的時間都沒有 我是香港神託會的 我剛才蔡教授說那裏說 為什麼那麼多男士會不出來呢 我都去過很多中心 因為那些中心有很多傳統性的 去到男女混合 要是下棋 要是看報紙 我想我也很同意的 就是香港現在很多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是沒有考慮到男性的需要 但是我剛才聽聽的時候 我突然問自己 那其實香港的政府的社會政策 有沒有考慮到女性的需要呢 然後突然間發覺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是香港的政府的政策 是沒有考慮到男性的需要 也都沒有考慮到女性的需要 我們在過去的十年 我們的性別研究中心 是大力推政府做所謂的性別觀點主流化 我自己在過去十年裏面 為政府的很多的AO 或者EO 是講很多的講座 是做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培訓 但是你看看今天我們香港的政策 有什麼政策是有性別觀點的呢 是沒有的 我們講了很多年的退休保障 我們現在的退休保障 是根據你在勞動歷史上 那個薪金去計算的嘛 那就是說其實你將大部分的 就是監務勞動者 就是家庭主婦呢 是排出了的 這個我們講了十幾二十年 那現在呢就開始問題來了 因為你看看現在那個人口結構的問題 人口結構呢就是女性 就是長命 男性都是長命的嘛 是不是 但是女性更加長命 於是呢就是有一個所謂的女性貧窮化 或者是老年女性貧窮化的問題 但是我們講了十年 都沒有政府官員理我們的 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呢我們香港的出生率呢 是全世界呢是最低的 那這個已經持續了由2001年到現在 那我們其實呢就是所謂的 就是人口的更替率 replace month rate 就是2.1的 我們香港呢在過去的十年都是一點多的 那這個為什麼呢就是女人不生 那為什麼女人不生呢 那就是因為其實在我們的勞工政策那裡 在我們很多的政策那裡呢就是沒有提供到一個平台 令到女性呢就是可以兼顧家庭和工作 但是我們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跟性別有關的 那我們跟政府說政府都不聽 那所以其實剛才黃澤光先生所提出的 或者是很多問題香港現在的政策沒有關注到男性的需要 那我其實就想香港的政策都沒有關注到女性的需要 香港政府是完全沒有性別觀點主流化這個概念的 我想政策上面呢 我剛才一直的討論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了 好像有種感覺呢 覺得很多時候好像在男士的角度和女性的角度 好像有一種互相衝突 或者好像在想好像一個靈禍那樣 我其實想提出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整體的家庭的角度去看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講一個剛剛爸爸的角色 其實在家庭裏面 其實是一個分擔的家庭的責任那樣東西 其實是最終為的 不是為那個爸爸自己個人的利益 也不是說為媽媽 就是因為我分擔了就減輕了對方 不是這個角度 而是最終其實是想整個家庭去得益 所以我不知會不會在一個政策的角度 我們都可以多些用一個整體 究竟有些什麽東西可以令到整個家庭 是可以更加發揮到的功能呢 那當然啦 我猜剛才提到一些政策的建議 其實都是在講一些 不僅是為男士和女士 其實是一些家庭友善的政策來的 無論我講現在一些市產價的政策 或者甚至乎講一些標準公事的一些討論 就是我完全是支持 因為那個原因就是覺得這些政策 其實正正就是可以幫助到一個家庭發揮的功能 甚至乎我會有一個提議 就是除了一些個別的政策去提升這個家庭友善之外 其實可不可以在一個機制上面 其實可以採納一些 就是外國其實都是用一些家庭影響的評估 就是所謂一些家庭影響的一些機制 那個機制就是在講的意思 就是所有政府裏面的一些政策的措施 其實出台之前 其實都要經過一個所謂的家庭影響的評估 情況就好像一個環評 環境的影響評估一樣 就是要去看一看 請一請這個政策如果出台 到一個家庭裏面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呢 可能影響可以在正面影響 當然是非常之好 如果是一些負面影響 其實就要多加考慮